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永康街二巷的 沒有招牌的小籠包 據說這家小籠包是 在地人才會買的小籠包攤 距離那個蔥抓餅非常的近 對面還有一個康世美 距離那個頂太風好像也蠻近的 斜對面是高際 就是現包的 現捏現包,然後餅皮也都是現桿的 感覺這肉餡還蠻新鮮的 小姐妳好,那我要一樓 全家這家店在這裡已經多久了 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喔 這麼久 這樣 剛好年紀只小我兩歲了 營業時間可以問一下嗎 早上六點十分 多到四點半 這麼有趣的時間,六點十分 好 好,謝謝 謝謝 六十啦齁 九十啦齁 九十,好,OK 好,生意還蠻好的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齁 那剩下就是吃吃看 九十塊一樓 好,那今天會拍的比較客難 因為都是這個外帶的 然後裡面總共有十顆 我剛剛有算過 好,某一位粉絲你很喜歡吃小籠包的小朋友 你就看一下齁 妹妹啦 好,這個 現包現做的一定很好吃 我先來吃吃看 恩 很燙口 很好吃 好,身材這樣有點爆漿 嗯 很好吃 對,他剛爆漿 很好吃 對,他剛爆漿 皮的厚度算中等 然後 肉餡就是油香油香 好香的齁 豬肉餡很新鮮 然後 裡面是蔥花跟這個豬肉餡 好吃 那種很傳統的風味 餅皮就是感覺像是老麵的感覺 好吃 短用短用的 好燙 超燙的 當個早餐很過癮 是這個油露露 然後吃起來又很高熱量 又很冷冷的天 吃起來很舒服的早餐 好吃 很傳統的風味 如果他有加辣椒醬的話會更過癮 好吃 很燙 這個是沒有招牌小籠包的部分 好吃 然後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其實90塊這樣算滿便宜的 然後這個肉餡也很緊實 然後豬肉餡很新鮮 所以我覺得還算滿值得的 好吃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這裡的天津蔥抓餅 因為距離剛剛那邊很近 所以我決定就吃這一家了 不想繞來繞去 外國人也知道 好那這邊就有駕木表 有多種文字的說明 看他狗狗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的狗 剛好這位小姐會說中文 然後說他是9歲 很可愛 好可愛 謝謝 謝謝 我只知道一點點 外國朋友也知道這家店 所以這個就是很有名 很可愛的狗狗 好那我可以先點嗎還是要等一下 蛤 我等一下再點嗎還是 我有人家再一個 好 那我要一個總會的 等我一下 好 謝謝 就是總會 一個總會 對對對 一個就可以了 好 那就把這個製作過程拍一下 就是這樣子 煎過然後再敲過 一個嗎 一個就好嗎 我一個就可以了 謝謝 之前有拍過 但這次就再拍一次 我第二支影片通常重複的也會拍 好可愛喔 好狗狗真的很可愛 拜拜 哈哈 好 OK 立體了 欸 好那七早八早生意就很好 好像一排一堆人啊 要拿嗎 要 好謝謝 OK 好謝謝 OK 好那現在排隊已經排起來了 好那這個就是 永康街沖抓餅 在永康街六項一號 好那 做好就是這樣 看起來有點臭臭的 但是還蠻好吃的啦 好但是我知道說 有很多網友對這件有意見 沒關係 呃 總之它有名是確定的啦 當然也有很多這個隱藏版的小店 讓我慢慢去拍啦 呃 它這裡面就是有 高占打起司跟蛋 還有火腿 那這樣五十五塊我覺得還算蠻超值的 好那我這次是有加辣椒的 好那我這次是有加辣椒的 嗯 它餅皮有敲鬆啦 然後口味就是 很濃郁 因為有加起司所以味道很濃郁 然後還有帶點微微的辣度 跟這個高占塔的香氣 呃 算好吃啊 這個就是它有名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外國人都喜歡 所以這個 就是外國人都喜歡的這個蔥抓餅 好吃 大概是因為它有起司啦 所以就是有符合外國人的口味啦 然後又有這個火腿跟高占塔 好 又有火腿跟高占塔 剛剛有點口齒不行 很好吃 然後這個餅就還 蠻鬆軟的 不油膩 然後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那這兩家都可以選擇 早上的時候這 天津春刷餅是比較不會排隊 剛開始買的時候不會 然後小籠包的話是小排一下 那當然第一家的話就是隱藏版 是在地人才知道的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因為這個分數我平過了 所以就不平了 平過的就不平了 就不平了 一間遇到的一間 好幾乎 好幾乎 一間遇到的 那個遇到的